凹槽之内 一句句原本漂浮在上面的尸体睁开了眼 这一刻的他们 仿佛都具备了灵性 一个个地挣扎着爬起来 原本就在凹槽边缘漂浮的尸体 第一时间就爬向了岸边 但很快他们的前进就被一层看不见的静置所阻隔 不过他们并未气馁 而是张开嘴对着前方撕咬 舞动着手 用爪子去抓脑 用手掌去狠狠地拍打 凹槽中央位置的尸体在水中扑腾了一会儿后 下方 有一句句白骨探出手和脑袋 这些白骨像是搭起了一座座白骨浮桥 让上面的尸体得以踩着他们冲到了岸边 加入了对前方静置的冲击 最后 是凹槽最深处的白骨 他们从水底深处爬上了岸 骷髅头原本空洞的眼眶里闪烁着的是白色的光芒 也开始向前方的静置发动了冲锋 凹槽这里的静置 应该和此时上方数法官用出来的三重封印一样 像是一个锅盖 盖住了这里 所以 里面的尸体们从下面边缘处开始撕咬抓脑 慢慢地 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身体 去更上方抓脑 像是一群蚂蚁 连凹槽的上方位置都有白骨覆盖 所有人都在用尽自己的力量疯狂地击打着进至每一个角落 卡伦就站在那里 这一次虽然一口气苏醒了这么多人 但他并未有太大的消耗 甚至这点消耗都比不上再使用一次惩戒之枪 因为这些尸体并不需要自己去为他们灌输灵性力量 他们原来就躺在这由一代代怨念充斥着的沼泽之中 本身就具备苏醒的条件 卡伦所做的 不过就是在一个装满煤油的桶里 丢了一根燃热的火柴 但没人能因为此时的熊熊大火 而去否定最初那一点火星的作用 原本 从外面想打破这一禁制 很难 就像是当数法官立下了数法之盾后 卡伦这边就无法再对他进行攻击打乱他的数法进程一样 凹槽内的禁制 也很难被破除 至少 现在的卡伦等人无法做到 不过还是印证了那句话 最坚固地堡垒 往往是从内部被打破的 一声声清脆的破裂声已经传来 你不知道到底在哪里破了 但清楚它必然是破了 先是几处 随即是一片 最后 污染的气息像是沸腾了一般 冲垮了这层压制着一代代他们的桎梏 当禁制破碎的那一刻 完整的尸体 破损的尸体 腐烂的尸体 白骨 所有人 都跪伏在了地上 他们仰起头 开始痛哭 一团笔先前要大上数倍的黑色蘑菇在刹那间形成 向高处升起 提尔斯震惊了 在看见这一幕后 他下意识的就想要逃离 他当然清楚一旦 这里的事情败露 他除了脱离秩序神教逃亡再没第二条路 但如果此时不走 他根本就无法继续支撑这两道高级术法的运行 但齐赫的动作比提尔斯要快 事实上 在尸体从凹槽中爬出时 那面先前曾谈飞阿尔弗雷德的镜子 就已经再次出现在了他的掌心 在提尔斯想要逃离前 齐赫的掌心直接拍在了提尔斯的脑袋上 镜子像是烙铁一样 直接落入了提尔斯的额头 瞬间 自镜子内蔓延出一条条锁链 覆盖住了提尔斯的全身 将提尔斯锁靠在了这里 以术法之名 缉拿违背秩序违法者 这是秩序神教的内部术法 往往是高层针对不听话的低层使用 这类术法可以最大程度地抵消掉同信仰体系下对方的反抗能力 齐赫出身自秩序之边 在这方面他比提尔斯拥有更为丰富的经验 大人 提尔斯发出惊恐的喊叫 再帮我支撑一会儿 我还有办法 大人 提尔斯惊恐地看着那团巨大的黑色蘑菇升空 然后与上方的进化屏障和三重封印碰撞到了一起 阵法的压力传导在了阵法维系者身上 提尔斯身体当即开始剧烈地抽搐 一片片血雾从他的身体毛孔内飘散出来 身体的压力在此时不是最主要的 最可怕的是来自灵魂上的撕扯 提尔斯甚至已经听到了自己的灵魂像是不薄撕裂的那擦擦声响 老东西 他没有变成一滩浓水呢 你看 他还站在了那里 无 还是那么的英俊 那么的好看 仿佛隔着很远深吸一口气 也能嗅到满满的来自他身上的味道 你说 我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啊 好像这也太快了一点 但可能是因为被你这个老东西对比出来的结果吧 看看你 再看看他 他的魅力瞬间就更大了呢 洛雅的声音继续传来 齐鹤脸上却没有震怒与惊慌 反而显得很平静 道 我找寻到了第二件宝藏 这个年轻人身上的秘密 让我无比动心 等这件事解决后 我会将它收藏起来 将它的秘密 一点点的榨干 老东西 你还能怎么办 洛雅嘲讽道 呵呵 齐鹤笑了 他喊道 秩序 成戒之火 黑色的夹杂着紫色纹路的火焰从齐鹤口中喷吐而出 直接席卷住了洛雅 洛雅被火焰包裹 他很痛苦 但他没有喊叫 而是用一种冷冷的目光盯着齐鹤 你是准备用它了吗 齐鹤 是的 没有我做媒介 你使用它 会陷入永恒堕落的 哦 是了 当你第一次看见它触碰到它时 其实你已经迷失了 数法官大人 使用这一次后 我会继续将它封存的 直到培养出第二个你 这一次 就当是一场经验 一次教训 第二次 肯定会成功的 毕竟 想要掌握罪恶之源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它不是罪恶之源 它是世上最纯澈的东西 你也不是被它污染 只不过因为它太过干净 所以导致本就存在你心底的恶与贪婪不由自主的扩散出来 哦 是吗 好的 我知道了 但 无所谓了 齐鹤的目光看向下方 今晚的收获 真的非常大 我很满足 现在 是时候将一切都规制了 齐鹤猛的紧咬牙关 火焰开始迅猛的钻入洛雅的身体 洛雅的身躯开始分崩 最后 彻底湮灭 自己辛辛苦苦好些年培养出来的气灵就这么消散 齐鹤心里忽然一阵失落 但很快 他又提起了自己的信心与斗志 身后 提尔斯身上的血雾越来越浓郁 他的眼睛已经泛白 身躯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 他的四名手下纷纷惊恐地看着这一幕 下意识地开始后退 齐鹤松开了即将完成的回朝术法 从怀中掏出一张卷轴 单手托举 卷轴自动打开 露出了一个细小的阵法 这是价值极高的空间卷轴 它很贵 需要大量的点券才能兑换到 同时它又很鸡肋 因为它能储存的空间非常之小 连一个鞋盒的储存空间都比它大 下一刻 一枚古朴的铜币出现在了卷轴上 齐鹤伸手抓住了这枚铜币 他的表情迅速发生了变化 眼角开始上翘 嘴角勾勒出弧度 整张脸都进入了一种兴奋的姿态 像是一个小丑 一位数法官大人 竟然流露出了这种神情 足以可见他内心的波澜到底有多剧烈 当这枚铜币出现后 身后无比痛苦的提尔斯 脸上竟然也浮现出了微笑 像是此时的一切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惧都变得不值一提 只要能看着他 付出再多也无所谓 那四名秩序小队成员的神情也变得贪婪与渴望 不停地抖动着自己的身体 像是想过来硬抢 他们竟然生出了敢抢术法官手中东西的想法 齐鹤的双眸变成了绿色 他开始吟唱道 伟大真神拉克斯留下的铜币啊 请沟通真神拉克斯的意志 将前方的污染尽数抹除 让眼前的一切 恢复平静与纯彻 神器的力量开始显现 一道金色的波纹自铜币身上荡漾开去 自上方形成了一道恐怖的结界 然后 开始下压 凡是触碰到他的 都开始消亡 最先消亡的是原本覆盖在上方的两道高级竖法净化屏障与三重封印 两道竖法直接被碾碎 没有生出丝毫的抵抗余地 提尔斯的身上 燃出了金色的火焰 在最后时刻 他恢复了清醒 却已经完全来不及 伴随着竖法的湮灭 他的结局也已经注定 这一瞬间是短暂的 但对于他来说 又像是承受了永恒的炼狱酷刑 提尔斯开始哀嚎 在哀嚎中 他的身躯逐渐化作一滩黑色的粉末 在其灵魂即将消亡前的一刻 他似乎看见了一个年轻时的自己接受进化时的画面 他兴奋地喊道 我感应到了秩序之神 我感应到了秩序之神 那时的自己 目光好纯彻 他仿佛又看见了刚成为秩序之编 小队成员时的自己 手中拿着一本秩序条例 将一头害死了好几家人的凶残一魔击沙 而自己 也身受重伤躺在墙角 那时的自己 哪怕疼得再厉害 也没有哀嚎 更没有后悔 只是心满意足地将紧能抬起的一只手放在自己胸口 赞美秩序 我 是什么时候开始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提尔斯已经无法得到答案了 因为他的灵魂已经彻底湮灭 伴随着金色的屏障继续下压 下方的污染气息开始不断地被抹除 哪怕是凹槽内女孩们的震天哭声 也被属于神的意志逐渐镇压了下去 金毛抬头望着上方 汪 普尔开口道 拉克斯的气息 金毛搭拉起耳朵 有些无奈 普尔上前对着他的狗头就是一猫爪 骂道 你就没留下什么神器让我们去挖出来用用 汪 没有 你怎么这么蠢 活该你变成一条狗 汪 蒂德 普尔一边骂着凯文一边坐在了地上 开始扒拉着自己的尾巴 他的尾巴里 有一根光明之神的手指 但问题是 自从上次帮卡伦完成进化后 这根手指就静密了下来 像是被掏空了 变成了一根普通的手指 所以现在根本就不顶用 帕瓦罗抬起头 看着上方的情形 这是神的力量 虽然不是秩序之神的力量 但毕竟也是真神 帕瓦罗的嘴角露出了一抹嘲讽的笑容 原来 神 也是会被欺瞒的 因为此时神的力量 掌握在那位制造这里炼狱的术法官手中 正在帮助他瓦解这里的一切痕迹 掩埋他的罪恶证据 阿尔弗雷德也抬着头 看着上方 但嘴里的演奏并未停止 甚至变得更加的激动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他的内心已经逐渐淡去了对神的本能恐惧 是迪斯老爷在橡木墓园里 撑起一道结界 双眸泛起金色光泽 说凝聚神格碎片就凝聚神格碎片了 是霍芬先生 前脚才刚配合着自己在坟头跳舞 后脚就亲手将一位邪神封印进了狗的体内 是自己在与莫莉女士联系的精神之桥上 听到的少爷唱出的那首圣歌 是少爷的进化 是少爷的神奇 是少爷在笔记本里写下那些金色的字体 所以 神到底是什么 阿尔弗雷德并不在意 他从未去质疑过神 也从未去诋毁过神 但当他信仰了一位神后 其他的那些神 哪怕是真神 甚至是主神 在他眼里 也都是伪神 是邪神 小约翰眼里 流出了眼泪 他不是为此时的绝望在哭 他只是单纯的伤感 一种莫明确又真实存在的情绪 猪圈内 那些躺着的女人 脸上的麻木神情也开始变为伤感 他们在伤感一鸣在这痛苦折磨的境地下 每晚会和他们在梦中聊天的小妹妹 他走了 他不在了 即使自己已经无比凄惨 但内心深处 他们依旧保留着哀伤的情绪 小约翰开始抽气起来 吸了吸鼻涕 他想到了那一日 自己偷偷从父亲车里下来 看见了猪圈的一幕后 吓得逃到一处角落里躲在那瑟瑟发抖 然后 一个和自己年龄一般大的小女孩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她的眼睛是那么的大 那么的漂亮 她的声音也是那么的清脆 那么的好听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 约翰 你也应该问我叫什么名字才对哦 你叫 什么名字 我不告诉你 嘿嘿 小女孩跑开了 回头 看见自己还蹲在那里 她喊道 我藏起来 你来找我 你找到我了 我就告诉你我的名字 动用神器了吗 鲁克才觉官长舒一口气 看来 事情是彻底解决了 今晚 已经在厂房外围 前进后退 再前进再后退好几次反复摩擦着水泥地面的鲁克才觉官 又一次地迈开了步子向离走去 然后 她猛地又停下脚步 这一次 她什么都没看见 但心里忽然有些莫名的犹豫 要不 再等等 上方的屏障 不断的落下 卡伦现在已经听不到凹槽内那些女孩的哭声了 虽然她们还在哭 她们生前 是被这个城市遗忘的一群人 当她们消失时 甚至没多少人会去留意她们 仿佛她们只是这个城市每天早上都会被保洁工人清理的灰尘 虽然量很多 却并不值得多看一眼 有时出现在你面前时 还会下意识地用手捂着自己的鼻子 埋怨地说呛人 现在 他们死了 但即使是死后 他们的哭声好似也不配被人听到 卡伦抬起头 看向高抬处 那位数法官大人手持铜币 也在看着自己 在没有气灵作为媒介的前提下 这枚铜币我没使用一次 都会加重自己很大的负担 向迷失之中更深一步 如果不是今天被逼到这种地步 我也不会愿意拿出它 但我觉得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我已经开始对着你的秘密流口水了 嘶 真的是迫不及待了啊 数法官大人伸出舌头 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 现在的他 无论是内心的想法还是外在的表情 都显得很激动也很轻浮 卡伦在心里叹了口气 倒是没什么失落情绪 双方实力差距如此巨大的前提下 自己这边还能打出这样一个局面 已经很不错了 他觉得 对方使用这个神器肯定会有着巨大的代价 否则绝不会留到现在才使用 上方不断落下的屏障 意味着终结的到来 卡伦没心思去焦虑 也懒得去暴怒着急 更没想着马上脑海中转动什么回忆 他的目光 在周围所有人以及所有宠物身上 都扫了一遍 最后 他走到小约翰面前 蹲下来 问道 哭了 怕死 小约翰摇了摇头 道 他死了 谁 他 我没找到他 所以他没告诉我名字 我想再去找他玩 但父亲不允许我再来这里 卡伦意识到是谁了 他 死了吗 卡伦抬起头 再次看向高台 此时 屏障的高度已经降到这间地下厂房的一半了 接下来的自己等人 大概也会在这屏障倾压下化为尘埃 神器的力量 就是这么的恐怖 虽然他是有缺憾的 不过 术法官大人是先湮灭了那头气灵 才能使用拉克斯铜壁的吗 哥哥 小约翰忽然伸出手 抓住卡伦的袖口 你能让他活过来吗 他没留下尸体 卡伦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环顾四周 发现在哭得不仅仅是小约翰 还有猪圈里的其他女人 你看 他们把他们喊作猪圈里的猪罗 你把他们称呼为土壤 但在我眼里 他们 一批一批来 一批一批地死去的他们 是抚养我长大的亲人 可他本来 就没有身体 卡伦闭上眼 开始思索 苏醒术法 是唤醒尸体内残留的灵性力量 因为苏醒后的人 需要这具身体作为载体 所以苏醒的前提条件是尸体的保存完整度 但如果被苏醒的人 本就不需要身体就能存在 那还需要尸体吗 另外 灵性力量也并非是在尸体里独有 只不过一个人死后 基本上残存的灵性力量都只在尸体内保留罢了 可是 如果他的灵性力量并不保存在尸体里呢 比如 保存在小约翰以及猪圈内这么多可怜女人的梦里 哭声中 带着哀伤 卡伦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画面 一个小女孩 每晚都会进入这些可怜女人的梦中 听她们讲故事 和她们聊天 她用自己的力量 为她们悲惨的折磨提供一个在梦中得以短暂呼吸的抚慰 她是故意陪她们聊天听她们讲故事的 卡伦深吸一口气 她忽然有些心疼她 心疼一个罪恶之缘 或许 我可以试试 卡伦将手 放在了小约翰的额头上 现在 你在脑海中回想她 小约翰马上听话的闭上眼睛 普尔和金毛很是诧异的看着卡伦 不知道都这会儿了 他还要做些什么 卡伦觉得 自己似乎进一步理解了秩序神交的苏醒 不是简单的复活尸体 也不是点燃灵性力量 它的本质 是将有技可循的过去存在 顺着轨迹再拉回到现在 自卡伦脚下 再度出现一条黑色的锁链 它攀附上了小约翰的身体 且再度转变为白色 与此同时 在小约翰的眉心位置 那根白色的秩序锁链开始分裂 分裂出一条条细小的白色锁链 像是之前对凹槽沼泽时那样 分裂出去的白色锁链开始攀附像猪圈里的那些女人 从上方看 像是一朵白色的莲花纹路正在逐渐绽放 她在苏醒谁 普尔问道 汪 汪 什么 苏醒气灵 渐渐的 卡伦脑海中浮现出了小女孩的身影 她开口道 秩序 苏醒 白色的锁链开始纷纷回收 重新凝聚在了卡伦的身前 汇聚成的粗状白色锁链开始盘旋 于中间 一道女孩的身影重新显现 当她出现时 上方即将倾压下来的屏障瞬间止住 不再有丝毫的下落 高台上 齐赫不敢置信的看着这一幕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刚刚被自己湮灭的气灵 竟然在此时又复活了 可怕的是 自己压制住这里一切的依靠 就是这枚神器同壁 而复活出来的洛雅 身上将不再存在她以前对她施迦的那很多层封印 也就是说 她现在是一个完整的气灵 虽然她还很弱小 更可怕的是 现在这枚神器 在气灵出现后 将不再被她齐赫操控 而是会被洛雅掌握 由她的气灵主导 术法官大人现在心里竟然生出了想要逃跑的想法 但那枚同壁却像是死死吸扯住了她的手掌 不仅如此 更像是将她的灵魂也一同定在了这里 让她根本无法离开 先前被她运用的神器 现在直接变成禁锢她的枷锁 洛雅大大方方帝伸了个懒腰 然后 她转过身 看着上方高台上被钉在那里的树法官大人 笑着喊道 爷爷 我说过的呢 您今晚真的会死的哦 咱们到底何 managed地用?" 咱们订阅